你們知道我在幹嘛嗎? 歡迎收看今天的運動J計畫 我是你的教練 梁哲瑞 今天我要教你們大家要怎麼做出正確的馬克操 走吧 為什麼要做馬克操呢? 其實馬克操顧名思義就是馬克發明的操 那馬克操的用意是什麼呢? 其實馬克操的目的 他是把跑步把它做成分解動作 那在這個分解動作當中 你就可以把跑步的每個細節做得更精進 那相對在你待會要開始跑步之後 你的跑步動作就會越來越準確 相對你的經濟性會提高 也越來越不容易造成運動傷害的出現 所以我們就來示範一下 簡單的幾個馬克操教大家吧 好 那我們第一個要教大家 就是馬克操的馬克A的動作 那馬克A的動作是什麼呢? 我們在開始準備動作之前 請你先把身體軀幹打直站直 那抬起來之後身體軀幹 大腿小腿腳踝要呈現三個九十度 所以一二三 三個九十度之後 我們要用這樣的動作 然後持續做向前走 墊步抬腿還有到連續跑 那我們做一次給大家看 第一個動作是連續的往前走 所以抬起來成三個九十度 換邊 向前 換邊 向前 換邊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身體軀幹 盡量保持正直之外 你的手要擺出相對應的手 不要同手同腳出現 盡量是相反邊 換邊 連續的向前抬 向前走 那頭就是直視正前方 那馬克A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墊步 剛剛是比較靜態 現在加上半動態 半動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在腳要加上彈跳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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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來的瞬間還是三個九十度 但是從剛剛的走 變成墊步 動作會像這樣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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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起來的瞬間還是三個九十度 再加上墊步 那第三個階段呢 就是連續的抬腿跑向前 抬起來的瞬間還是三個九十度 但是我們變成跑動的狀態 是完全的動態動作 做一次給大家看 動作會像這樣 連續的向前 三個九十度的向前抬腿跑 停的瞬間 停的瞬間 都還是呈現三個九十度 OK 那連續的動態跑動 對 動作就像這樣 好 這就是馬克A的系列動作 那我們要教大家的第二個動作 就是馬克B的動作 那馬克B一樣是一個動作 但是我們分為三個階段 從走路 墊步 到動態的跑動 那我們就從動作開始吧 抬起來的時候 第一階段一樣成三個九十度的動作 不變 抬起來上九十度 那剛剛馬克A的動作 著地是直接往下放 我們現在改成 往前畫一個半圓 拉回來身體下方 所以跟剛剛動作不一樣 是剛剛是直接抬起來 往下 是馬克A 抬起來 往前畫圓 這是馬克B 所以動作會像這樣 抬起來 畫圓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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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馬克B的動作 那我們就從走路開始吧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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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馬克B的目的啊 其實是訓練你的腳往下踩 往前推登這個動作 所以馬克B就是抬起來 畫圓 抬起來畫圓 第二個階段 墊步 抬腿走 抬起來 畫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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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階段 還是一樣要成為三個九十度 向前畫一個半圓 拉到身體重心正下方 但這時候加上墊步 所以節奏一樣是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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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部分 很多跑者啊 比較容易做錯的地方 是你在跑動的時候 手也跟著 畫圓 那這是速度動作的出現 所以基本跑的時候 手只有前擺 後擺 前擺 後擺 到定位 請你等腳 動作完成之後 手才擺動 OK 那我們做最後一個階段 就是連續跑動的動作 這個動作也是最難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仔細看一下 抬起來的時候 一樣鮮成 畫圓的姿勢 但是連續的向前畫圓 那這個動作 對於如果你是初階跑者來說 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可以選擇 剛剛前面兩個動作做就OK 那如果你比較進階了 可以試試看這個動作的嘗試 對於你的跑步動作 也會有很好的進步 好 我們第三個階段 要做的就是馬克C 那剛剛馬克A馬克B做完了 馬克C的差別在於 抬起來不是在腳前方 抬起來是把你的腳 留在身體重心正下方 所以抬起來的動作會像這樣 往上抬 你的腳踝請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那這個動作是馬克C的動作 所以抬起來是夾腿往前 夾腿夾腿 讓你的重心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OK 一樣有三個階段 就是走 墊步 加上跑動 所以我們從走開始吧 抬起來 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往前 夾腿往上 收腿 收腿 向前 對 這是馬克C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抬起來的時候 走路要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第二階段 開始我們做墊步的動作 墊步的動作 那墊步的動作做起來會像這樣 夾腿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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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你的腳踝留在身體中心正下方 這才是正確的動作 那有些跑者做出錯誤會怎麼樣 腳會是 留在後面 勾小腿 那這是錯誤的姿勢 請你把腳往前夾 往前夾 是膝蓋方向前 腳留在重心正下方 OK 第三階段就是跑動 一樣的動作 那我們做連續的抬腿跑 讓你的腳 留在屁股中心正下方 夾腿向上 都要讓他夾腿在身體重心正下方這個位置 OK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教的三個馬克操的動作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學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喜歡邊的分享 那想知道有關更多於運動這一計畫 這邊可以訂閱我喔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啦 掰掰